大家好,歡迎回到廣場環節 採訪我身邊的嘉賓 在要財證券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Jason Jason,你好 Jason,這一節,南籌踏入熱積期 行指方面,當關很多股份都公佈了相關的成績表 南籌股,今個星期就有11隻 其他股份方面 大家都說市暫時沒有什麼方向 所以都是尋找職休股去炒作 好像安達體育公佈了全年成績表之後 股價就有移動 今日來講,繼續創了兩年半的新高 今日最高上到12.5%的位置 現在升Q過半成上來 業績來講,按年來講,仍然都有一個倒退情況 但訂貨會方面的情況,做得非常樂觀 如果先講業績來計 一個過去式來講,其實今次雖然有一個倒退 跌了也有3% 但不要忘記,去年去單是上半年 頭六個月來講,它的倒退幅度也有接近1.9% 你說單計上半年就賺6億多 那它全年,如果你看到它今次出到來的數字 都有一個,叫做超過,在說純利方面 都有72億的話 其實說純利方面都有13億多 代表它下半年比起上半年方面 增長的幅度,都有一個雙位數字 在說純利率方面,今次出到來就是41.7% 如果你說單在去年的上半年來講,就是41.1% 意味著它下半年的毛利率 是超過42% 反正如果你說下半年的數據 比起上半年是好這麼多 都是代表著,這個行業 特別是安踏來講,都有一個明顯的復甦 那說完業績之後 你剛剛提到的訂貨會就更加緊要 因為說這一類型的訂貨會 就是反映未來他們入賬方面的金額會有多少 那如果你說今次的訂貨會 都出現一個叫做高單位數的增長 意味著去到今年下半年 當第四季那些體育服飾那些產品 去到富運的時候 這個營業額的增長 最少都有一個高單位數的增長 還有不止 如果你說看回去年的例子來算 訂貨會出道來顯示金額的增長 就是一個單位數的 但是你見到營業額方面的升幅 是有一個雙位數的時候 反映除了訂貨會的表現做得不差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去到臨時那一刻 那些人是用一個補貨形式來 去到增加訂單的數量其實都是相當之多 反映現在那些分銷商就未必說喜歡 一開始的時候就和你落很大量的貨 未必說會真的訂很大批的貨 去到當季的時候 發覺有些貨在原來是挺好買的 存貨不是很舊的 當時都會即時再用一個高一點的價錢來落單 令到這些公司的毛利率方面 可以提升之餘 就算銷售量方面都不是太差 好 但是看回業績來說 雖然有些數字做得相當理想 但有一些關於銷售行業的指標來說 都會做到一個不是比較好的情況 好像去年的平均存貨周轉日數 就上升了8天去到59天 另外平均應收貿易帳款周轉日數 也都上升4天去到38天 主要來說是因為銷售成本和銷售營業額下跌所致 這兩個指標來說 雖然轉差了 但市場對它來說又不是太負面 對 大家看這個行業 很多時候都會看存貨的周轉日數 是否真的增加 當然 如果大家的理解 就好像存貨周轉日數如果是升了的話 就代表著它的存貨壓力就開始增加 對於它來說 即是未來的毛利率方面 都可能會有壓力 但是如果你說看這麼多間的體育用品商來計 其實安達說現在59天的這個存貨周轉日數 就絕對不算是高的 比較好像是361度 比較好像是特報 或者可能是李寧這一類 或者是中國董向 其實說他們的平均周轉日數 都超過70天以上 甚至乎多的那些可以去到接近100天 所以就算你看到今次安達出來的業績 那個周轉日數是真的增加了9天 但是你說50幾天的這個數字來說 都不算是特別多 再加上就是會不會在下半年有個明顯增加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看回去年的上半年來講 說的那個存貨周轉日數都已經是有58天 所以你說由上半年58天 增加到去下半年的59天 其實那個difference就不是說真的相當之大的 反映就是下半年的營運狀況都不算太矮 再加上一個理由 就是當這間公司的管理層 預期去到今年 整體的訂貨會的增長是會提升的 當那個銷售量是會增加的時候 也都不排除他們是有機會 在上一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就入定多些貨 就開始補充回傳貨 預備回到今年那個旺季的銷售 所以你說傳貨增加 我覺得這次的問題就真的不算太大 另外最近都看到安達體育動作多多 好像請了很多明星代言人去宣傳相關的產品 其實看到廣告支出方面都較去年為多 2013年的廣告佔收入大約是11.1% 預期今年來講 那個比率將會增加到12%至14%之間 而研發支出亦都會保持在4% 廣告開支大了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成本方面的問題 廣告開支當然短期來講 去入帳就一定是令到成本會增加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效益是去到哪裡 如果你說在一個這麼激烈的行業 和這麼多不同的對手去到競爭底下 你不做多些的廣告 你不請多些的代言人跟你做宣傳的話 基本上那些產品你說要得到消費者的歡心 要別人買你的球鞋、球衣 其實都相當困難的 反而你看到安達本身 都是主打做一個代言人方面的宣傳 包括你說在早幾年的時候 他就聘請了Calvin Garnett 以前大NBA有一個相當出名的大前鋒球員 最近這兩年就是去年來講 亦都聘請了一個最火熱的一個新星出來 就是Rondo 就是打賽爾特人方面的一個後位 這兩個NBA球員 其實在內地來講 都是相當之出名 和相當之受歡迎 看到他們聘請了他們來做代言人之後 就不是單單叫他們出席記者會 說兩句話這麼簡單 還有最重要就是 推出他們一些相關系列的產品 例如Rondo那些球鞋 說現在在內地方面 售價都可以賣到 即是六百多元的人民幣 比起你說一些沒有代言人 去到支持那些品牌 或者那些產品 其實價錢上面都可以賣貴很多的 所以你說短期裏面 將那個推廣開支 或者請代言人的開支 令到成本增加這個問題 但未來能夠將它轉化成一個收入 或者令到的產品是好賣一點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是值得的 好啊 不如跟大家看看 現時安達體育股價最新表現 見到安達來講 就繼續上升 升近接近6% 升6.6的位置 去到11.8 其餘幾隻體育用品股都做得不錯 李寧升近接近半成 中國動向升一仙 匹坑和特步沒有升跌 361度跌三仙 非黑國際升一仙半 今日來講 安達最高去到12.5的位置 做得相當之好 但現在升幅來講 已經收窄了很多 去到11.88升近6% 大家都說今年是運動的大年 除了有年尾的亞運會 也有今年又有世界杯的時候 似乎對體育用品股都吃進一條水 今年來講會做得不錯 理論上就是 但我自己又這樣看 今年的世界杯就在巴西舉行 大部份的賽事開賽的時間 都是中國時間 說的是凌晨方面的5點、6點 至到早上可能9點、10點 這段時間 正正的人都是睡覺 或者起床上班的時間 所以你說這個熱潮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內地的人 看球看多了很多 令到他們買球鞋、買球衣 會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呢 而且始終你說今年世界杯 也都是沒有中國隊去到參與的 所以你說直接 受惠世界杯這個因素 我相信未必說會太大 反而你說最傳統一件事 亞運會 又或者可能內地方面 一些運動方面的發展 我覺得會成為這類產品的推動力 是一個更加關鍵的因素 謝謝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仍然有發達廣場環節 會繼續和Jason 看著市場表現和市場的最新消息 待會見